Hello 前两期视频发出去之后呢 我在深圳的这件事情就藏不住了 我谭哥谭姐他们知道我到深圳了 然后约好今天见一面 今天刚好是清明节 他们也有时间 没想到他们住的地方离我很近啊 只隔着一个地铁站 之前我都不知道他们住哪的 我跟他们大概已经有两年没有见过了 因为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回过老家了 我上次回老家还是我办婚礼的时候 我谭哥的小孩刚好比我小孩大两个月 听说我谭姐也怀孕五个月 这些都没有见到过 其实我谭哥之前他们也是在上海工作的 然后我去上海之前 他们就已经搬到深圳这边来了 给我没见过面的一个侄女 准备了一个红包 然后我们出发吧 昨天没有拍什么素材 今天过来补拍一下 我谭姐他们是住在平州站这一块 平州站这一块呢 很多村民自建的房子 很多村民自建的房子 建起来十几层那种 然后出租给打工的人 平州站这一块的缺点就是比较乱 甚至连个停车场都没有 一栋接一栋的密密麻麻的 环境不太好 完全没有绿化 树和草都没有 优点呢就是比较便宜 我谭姐他住的一丝一丁的 只要一千九 虽然面积也比较小 但是麻雀虽小五丈俱全嘛 他住的是二楼 所以关键不太好 但是如果住在十二楼的话 就关键特别好了 贵三百块钱而已 还有就是吃的特别多 各种口味都有 性价比也很高 昨天晚上我们吃的烤鱼 六个人只吃了两百多块钱 在上海吃饭 最少最少人均也要一百多块钱了吧 其实我住的那个小区也特别的窄 一栋一栋的接着 但是它稍微有一些绿化 感觉没有这么乱 就是人不是特别多 没有这么乱 如果是我一个人住房子的话 我是住这样的城中村 或者是小区 其实都无所谓的 但是如果我带着KIT 和我女儿糖果的话 那我肯定不会住城中村这种 因为还是太乱了 而且KIT也是比较高贵的一个人 他们给你树漂亮的辫子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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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这种 一般都不太去看鼻子 就看多一样 嗯 你这样 你去看个人 我去找个人 那都是看女人跳舞的好吧 哈哈哈哈 广东团 还不是最后跟那个看谁的一样 你们还没出团呢 不是夺冠啊 湖南团不是夺冠啊 今天是做美食节目 我做美食没人看 没人就喜欢看我找工作的节目 奥门的大餐很像 吃完饭之后呢 我们来到了红树林公园 刚刚跟我堂哥他们一直在斗地做 嗯 这边公园其实风景还不错 挺适合拍照的 就是人超级多啊 而且还特别吵 不停的有飞机起飞啊降落 还有上面有个地铁 一会儿就一趟车 一会儿就一趟车 这边呢 这边的礁石跟树木能形成很好的构图 就是礁石有做前景 背景的树木 然后形态特别好看 就特别适合新手来这边拍照 能拍出大片的感觉 跟我堂哥他们玩了很久 一直到天黑才回来 首先他对我来深圳找工作这件事情呢 有这样的建议 他说如果你在深圳买房子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到深圳这边找工作 如果你没打算在深圳这边买房子的话 他就建议我回上海 就说因为深圳这边的公司吧 都是一些小公司为主 不像上海更正规一些 还有就是分享了一些 他在深圳生活的一些经验 他说在深圳这边 可能会比上海那边友好一些 因为深圳都是一些外来户 就是都是外地人 所以外地人之间好像更亲切更友好一些 当然只是他的感觉 我觉得上海人也都很亲切啊 还有就是深圳的气候比较好 常年穿一到两件衣服就可以了 由于最近我的视频许多人看了 所以就带来好多一些留言 对于评论和留言呢 我其实大部分是不会回的 因为我拍的视频 肯定是带有自己的一个主观感受的 有些人可能是认同我这个主观感受 然后都是表示对UP主的一个支持啊 还有一些人表示UP主加油啊 我回的最多的也就是那些说UP主加油的 我也会回基于一起加油 还有一些呢 可能是不认同我这些观点的 我当然知道了 肯定有很多不认同我观点的 所以我大部分呢 是不会去回的 因为你不认同我的观点 其实是正确的 毕竟每个人的观点都不可能是对的 对于那些呢 我也不会去回答他们什么的 我也不会说那些是在黑我 或者是喷我的时候他们也不是的 但是总有一些人呢 他是自带嘲讽技能入产的 就这里罕见就透露着嘲讽 我基本上也不会回 只是偶偶一些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你知道了吧 实在忍不了了 我就会回他们 比如我最近就有回一个 他说你居然还停留在表示内容 呵呵兄弟 我就回他 冲你这句话我要回复你 因为我是内容生产者 我不深入内容 以后谁来做内容 都做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吗 然后他回复我了 他就炸了 你知道了吧 说我特么看了 突然想帮你一下 你回复我 还成了很有意义的事情 B站白粉UP主 他自己是一个 在B站有几百粉丝的UP主 就这么被瞧不起 我的内容创作 在知乎都有几百万阅读 好厉害 有几百万阅读的 公司我混总监 哇厉害了 这是个总监 帮你凭什么 还跑去和你吃饭 帮我 跑去和我吃饭 我没有约他吃饭 咋的 还是你闪你啊 我也没叫你闪你啊 而且我的意思是 你居然还停留在抖音内容 叉叉叉的角度 明显没跟上步伐 你在B站做视频 可以骂抖音 但你去公司面试这么想 就太傻了 嗯嗯 好有道理的样子 我现在是总监级 又说他是在总监级 厉害 我们有很多团队 哇厉害 有团队的 我可以加入你吗 我也有很多土地做自媒体 哦你带土地的 那正好 我也可以去做土地哦 对吧 我们都在找工作 可以去给他做土地哦 一定可以成为厉害的自媒体人哦 我们研究过很多自媒体平台 就像我刚才和你报数据一样 一个看比能代表中国网民的平台 你对他的认真态度 都很有 我觉得都说的挺好的 嗯 看来就是一个厉害的人 嗯 哇 他说他收土地要不要去呢 你知道吧 就这样的人 一不小心就把他点燃了 又说自吹自擂 说什么总监级别 又自媒体又带土地啊 奉劝各位一句啊 因为看我视频的人 很多都是因为租房子和找工作 这个来关注我的 所以就很多同样是没有工作 和再找工作的人 就跟我一个线专的 再找工作 大家都知道心态比较不稳定的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着急啊 不要被一些人的表面现象啊 还有一些文字的表面给忽悠啊 即使他们再厉害 也不管你的事 千万不要一个被忽悠到了 我宁愿你去买两本逻辑思维的书 也不要理他们这些人 天天把什么自己是多厉害多厉害的人 挂在嘴边 就感觉就像搞传销一样 你知道吗 你说这些有啥意义呢 我是要去跟你去搞传销吗 我又不会去啊 而且我现在特别反感一点 就是别人自己吹自己多厉害 因为我失业了嘛 我很惨的你知道吧 我看不得人家好的 在我面前说自己多厉害多厉害 我就很烦 我已经不是傻白甜的年纪了 是还要多崇拜你那种 我现在是心态不好 看着你们这些人 我就更加烦 所以我就把它晒出来了 这是我最后一期喷轮晒到视频里面 我发誓我以后绝对不会把喷轮放到视频里面了 因为这样子真的很low 我知道你们也不喜欢看这样的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一期视频一定是阳光 一定是正能量的 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个视频一样了 OK 下期再见 拜拜